國務院是威威勢 召開了記者會 由港澳辦發言人出來 我以為是甚麼巴默人物 原來是一個新人 他說關於近來香港的事 國務院港澳辦召開記者會前 香港很多人以為他會宣布甚麼 例如說林鄭下台、得病 甚至是公務員傳出來 我當然不會相信 如果林鄭辭職 當然是香港自己宣布 不可以在北京宣布 不可以由國務院港澳辦宣布 因為這是干預一國兩制 中共離譜極都不會這樣 一如所料沒有話可說 只是支持香港依法施政甚麼甚麼 唯一的新消息是支持警察嚴厲執法 支持國外港團體 言下之意是元朗打人的幫會人物 所以這次看到解放軍沒有出 很多人以為國務院港澳辦 是否會說必要時候出兵 完全沒有這回事 提也不敢提 只敢提甚麼呢 就是警察和黑幫 所以看到中共在這裏 已經是炫勞既窮 窮得是剩下了黑勢力 然後車子 還有法官 指寧 寧 指寧